你 你 好啊你个臭小子 敢给你娘上眼药了 你打得肥了是不是啊 他他他他他 你以为你爹是什么好人啊 我不说 自有我不说的理由 我最讨厌的 就是百川苑和四顾门的人 江湖这么多年的恩恩怨怨 全都是那些自诩名门正派的人 给弄出来的 妄图给江湖立规矩 到最后 不还是为了给制造规矩之人 争权夺利 江湖就是江湖 江湖的规矩就是江湖自己 本朝律法共四百二十卷 条冠有三千余策 若真算起来 有哪一条 能约束得了江湖之人 所以啊 我就欣赏 像李公子这样的任性游侠 不参与任何门派之争 哪像我们方小宝以前崇拜的 那个什么偶像李相仪 我看 所谓大侠 就是孤明钓鱼之辈 真不知道他到底哪里好 娘 李公子 你有所不知 我们小宝打小为了成为李相仪的徒弟 这么大的苦药丸子 伤势往嘴里吞 他为了能站起来 日日扎针十二处大学 疼得呀 哄过去多少回都不肯哭出来 就为了李相仪的一句话 说他只要能拿得起剑 就收他为徒 你说这小子傻不傻 娘 你别说了行吗